快停下 快停下 夫人要是受不住 今日就先回去吧 明日再走 现在的苦 都是为了以后的甜 只愿我能顺利担下一个小公子 快了夫人 只有一个月了 是啊 还有一个月了 真的 那还有假 我亲耳听公子说的 还说千万不能让莫夫人知道 那这是为什么 这还不清楚吗 那莫夫人的胎本来就不稳 要是让她知道自己的父亲自杀了呀 你说什么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奴婢说 我让你再说一遍 夫人 奴婢说李大人因为还不起倩盈 学良自尽了 夫人 夫人您千万节安呀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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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流血了 快叫医官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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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啊 坚持住啊 夫人 叶夫人求见 她 她好像 夫人 叶夫人您 老婆子奉命 来给莫夫人接生 说是情况不太好 耽误不得了 夫人 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 我永远都笑给你看 妈呀 她 孩子没了 什么 姚夫人 你说 以后该怎么办 您能饶乱奴婢一命 您让奴婢做什么 奴婢就做什么 还要李天默的孩子 叶夫人 叶夫人 夫人 夫人 叶夫人 夫人 姚夫人早产了 夫人 快早产了 夫人 夫人 救命 快 上来 夫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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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早产体弱 不能受风 快把门关上 是 夫人 让开 恐怕不方便吧 夫人 姚夫人有令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徐良川 你家夫人只是个侧夫人 已经瞎了狗眼 不给我家夫人让路 走开 夫人 行了 我要去见姚妹妹 让开 夫人 姚夫人正在产子 即便是您这样一场派 也是不合规矩的吧 合不合规矩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呢 景山 在 夫人 恕小人冒犯了 徐良川 还愣着干什么 是 大胆 你们是公子的下人 既敢违背我的命令 你们就不怕被写刺出门吗 夫人 您莫忘了 现在管理府内大小事务的人 是姚夫人 您还以为您能一家独大吗 你们听命便是 无论发生什么 自然有公子给咱们做出 是 你别止住啊 怎么样了 我婆说我家主人胎很弱 恐怕得费些功夫了 带我进去吧 是 姐姐留步 容妹妹跟姚妹妹是情同姐妹 居然不在朗月谷 来这里做什么 姐姐不是来得更快呢 我是嫡夫人 所有姐妹们的子嗣都是我的孩子 我当然来探望 既然是来探望 便应该跟妹妹一样 安安静静在外面等着才是 何必非要进到里面呢 我想去哪里 莫妹妹都还没过问 却要容妹妹来做主吗 莫妹妹在生着孩子 自然过不上这些 这底下的下人也是粗心 全是些不及事 你想说什么 姐姐一定要妹妹说得这么明白吗 自然是要防着姐姐呀 姐姐之前在朗月谷做过什么 还要妹妹再说一次吗 放肆 难道我会害莫妹妹的孩子吗 妾身可没这么说 可这是公子的孩子 谁敢出一点岔子 再说了 既然姐姐没有恶意 为什么瓜田里家地惹人怀疑 这如果 莫妹妹的孩子出了什么岔子 妾身相信姐姐 可不知道公子肯不肯心啊 小姐 小姐 如你所料 许姬柔去了听兰阁了 姑娘 公子出事了 莲姑娘 使不得 使不得莲姑娘 这些都是公子的 我知道他没有瞒着我 你要是把他带走了 公子会要小人的命的 莲姑娘 你要是不让我走 他才会要你的命 莲姑娘 小人不能让你走 你知不知道这马车上装的 关乎着公子的身家性命 还有前程 你信不信 我不信 夫人 你先进去吧 陛谢给夫人请安 如今 我还担得起莲姑娘的礼貌 无论何时 夫人永远是夫人 陛谢尊敬清静之心 绝不会变 我还能相信你吗 事到如今 那你帮我做一件事 陛谢现在真的有要紧的事情 必须马上去组织 有什么事情 比公子的子嗣更重要的 骆青莲 若我不是真的走投无路 我绝不会来找你 难道眼睁睁看着穆寒瑶 再一次颠倒黑白 再夺走一个惠儿吗 夫人 陛谢要做的事情刻不容缓 还请夫人放心 刻不容缓 你知道什么是刻不容缓吗 现在公子弟 所有的话 都是姚夫人喜欢的 还有下人的春衣 料子 都是她选的 连这个马车 都是她要换的 孩子没生出来 大阪公子弟都是她的 那中国生出来呢 我已经不计了 现在只有你 才可以阻止她 一当我求你 替公子弟所有女眷们来求你 对不起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门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门 公子此刻危在旦夕 公子此刻危在旦夕 如果臭手相求 恐怕凶夺几手 李夫人 对不起 你怨我恨我皆可 但为了取良未来 我今天必要一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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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碧妾的苦衷 日后夫人自会明白 现在碧妾确有要事在身 还请夫人放行 不必往后了 识时务并没有错 骆青莲 你真的很聪明 是男是女 给我看看孩子 怎么 孩子怎么不哭啊 夫人 夫人 我再去一次 老岳阁 大不了这夫人我不要 也不会对不起辉儿 来不及了 姚夫人刚刚带下一位小公子 而莫夫人的孩子 出生便要折了 恭喜莲姑娘 如愿一场 希望以后跟着新竹 飞黄腾堂 风挂我心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莲儿吗 李堂 李堂 我们走 李堂 公子 看来公子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怎么来了 大人 姓公子驾起了马车 像是要去王府 班主上掉下了一个盒子 被小人带了回来 大害 这可是 那个雕花沉香木锦霞吗 你认识 舅公 这 这是给父亲的次礼 我私自把它拦下来以后 前一阵 我赏给了一个歌迹 怎么到老三那儿去了 不好 好几码车 只要是送到父亲那儿 我就完了 世子 你这是要快死老夫啊 报 丁大人 姓公子带了几码车物品 前来求见 舅公 这是 你 回避一下 好 袁大人 三公子 你这是 那几辆马车里面 所装载的 都是世子的东西 我知道它在您这儿 物归原主 不知方不方便 自认是方便啊 袁大人刚才的头礼 让我豁然开朗 不过除了一件 我不想当贤公子 我愿意辅佐世子 承旧大业 我愿意辅佐世子 三弟赫连信愿辅佐二哥 承旧大业 是 公子 不能选择除掉世子 因为世子 根本就除不定 公子以为 王爷让你收缴倩吟 真的是因为 圆百里的推举吗 王爷不过是 顺水推舟而已 在众公子风绝之时 王爷就已经了解到 世子在品行 能力 势力上的失利 并且也已经看到 修公子日益壮大的实力 明媚在夺绝之中 不再是世子一人独大 一位奋威将军 和一位世子 针锋相对 必然会导致 取良官员分为两派 政局不稳 这自然是王爷 最不愿看到的 为了稳定政局 除了此消彼长 无疑还有一种 更高明的办法 你怎么不过去啊 火力季小 抢不过他们 不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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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家的子孙啊 没有怕的 去 去给他们抢去 三足鼎立 抢脚倩盈的用意 想必公子已经明白了 两虎相争 王爷希望公子做的 绝不是杀掉一只火 而是 做第三只 做三十一红 几位王爷 探子的消息回来了 一切正如王爷所愿 好啊 倒算搬得好 老仆还带回来一个人 女儿问父王安 女儿不孝 让父王担心 郡主 她回去之后会不会 她明白姿势体大 不会乱说的 是啊 那 或许对王府的人来说 沉默比倾诉 更要容易得多 她不喜欢王府 一心向往平民 平民 他们今天睁开眼的时候 一定只想着 可以多赚几个铜板 晚上多吃几两白面 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他们这一生中 最后一次醒来 平军默化 封侯氏 一将功成 万古苦 是 丫头 你知道 曾经的曲梁是什么样子吗 之前我爹告诉我 三十年前的曲梁寸草不舍 是王爷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建成了如今的曲梁 没错 曲梁 土地平坚 即使我父亲 费尽心思 日夜不便 但依然 笑果生美 我记得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曲梁大汉 我父亲把我抱在高高的城墙上 指着前面那片枯萎的田地 他说 馨儿 这就是曲梁 壮美的牛羊穿河是曲梁 岂苦的流民百姓 也是曲梁 当时 我就在我心里面立了誓 有朝一日 我绝对要让 曲梁百姓 再无流离苦难 再无流离苦难 再无 今天 他们为了我冤死 而我却没有办法 为他们生命 谁说公子不能 谁说公子不能 成大事者眼中 永远不能只有几个人 公子有心 就把曲梁 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此 再无这些冤火 他看着我 他们 都要 MUELLER 等等 她 我 能不能 雷 你 他 我 这是 过得好吗 我一直在找你 但是没有找到 躲一个人很容易 找一个人却很难 你过得好吗 果然在躲我 我很好 身宅大院的日子虽然辛苦 但是你知道我的 我总能活着 我去找过何连星 要做她的幕僚 你说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 与夕在外面混沌度日 不如在她身边有所作为 她答应我 只要她能封决 必定获出我的剑技 你不介意 你因她受得苦吗 这样对我的人何止她一个 那些以前对我毕恭毕敬的人 如今都远远地绕着我走 我翻了三天三夜的医书 翻山院里千辛万苦挖回来的药材 眼睁睁地看着被他们踩成药杂 你不认识 所有人都可以唾骂我 就连乞丐 都把我的施舌扔了出去 剑技是什么 剑技之人 就像身上长了疮 流了浓 就连我拿过的东西 喘过的气都是剑的 而且 这一天 与剑技之人通婚 其全族也将被贬为剑技 吕家上上下下 皆因无法忍受剑技之苦惨死 剩我一人苟且于世 这个杀手也将二人种回落 自尸 我刘 볼已泪落之词 还有什么资格说的几个字 我爱你 学习乎我 不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是我 是我没有资格 玉哥哥 是我害了你 不 不怪你 莲儿 原谅我 我不能连累你 更不能连累你的家人 我不能让你全家上上下下 落得像我家人一样的下场 我落青莲 但对玉丽氏 不帮吕北义除掉剑棋 我势不为人 你 虽然我们同处一眼 你 却终究是 却终究是无是非了 从今往后 你 是吕先生 我 是莲姑娘 是 碧姐问姚夫人安 恭喜姚夫人喜得临儿 坐吧 怎么大家都到我这儿来了 不是说 叶夫人病得很重吗 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 神志不清了 还有莫妹妹 都是十月怀胎 我母子平安 她却要忍受丧子之痛 真的可怜 这哪里有什么可怜呀 这个人有个人的命 她没有姚夫人的福气 自然享受不起这份荣耀 这说到底 还是咱们姚夫人心善 这心里呀 总是装着别人 大家能到我这儿来 我当然是欢迎的 可是我也不忍心 看这别处凄凉 不是吗 大家来您这儿 是因为心在您这儿 其实 你也不用一直想着狄夫人 咱们该问的安 该看过的人 可一个都没少过 是吗 那莲威居去过了吗 莲威居 那个碧妾 那骆青莲虽然是个碧妾 可是她在王爷那儿得脸了 公子也喜欢 所以我们大家 得跟着一起喜欢 明白吗 明白 姚夫人这么一说 妾身倒还真觉得 是自己的疏忽了 姐妹们 咱们这就去 莲姑娘那儿坐一坐 行啊 顺便说一下姚夫人的大度 姚夫人 那我们先告退了 我先告一遍 她 我先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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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他来过朗月格 他都没答应了 既然是做戏 自然要做得逼着你 姐姐的意思是说我愚蠢 你自然不蠢 可再聪明的人 也难免有大义视察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骆青莲现在还带着徽儿的 什么时候要帮人 什么时候要用人 从几时起 要让姐姐替我做主了 还有 因为一个碧气 你就要跟我这么生分吗 这也是我想问姐姐的 骆青莲我再怎么抬举他 也是在利用他 姐姐为什么如此地挂怀 原来你心里是这样看我的 行 既然妹妹另有高人相助 以后这朗月格 我再不登门便是 老三 你这个猜事办得好啊 想要什么靠赏 回父亲 臣做的只是分内之事 不敢要什么赏 倒是穆大人 要不是他铁面无私 雷厉风行 这酷银未必能够收得这么快 说不定 还耽误了治水的时间呢 确实啊 确实 这是份苦才事 这穆天书能够主动请阴 实数难得 他竟然还做得如此俐落 让本王惊喜啊 穆家真是人才济济 清除于蓝 胜于蓝 穆天书 臣在 本王已经帮你请了旨 平南总兵刚刚卸了任 你可愿意去 去 臣穆天书 叩谢王爷 穆家历代蒙寿王爷恩典 必当肝脑涂地 竭力为报 能够好好为朝廷敬忠 就不辜负本王对你的举荐了啊 取来吧 谢王爷 谢王爷 你们三位女眷 过来 老三能够在外面安心办事 无牵无挂 多亏了三位贤内作啊 你们也算是功不可没 不 今日不论位分皆可负业 而且各自有赏 来人 这团扇是丞相所赐 很是别致 你们各自挑选一把了 果然是绝好的客宫 尤其是金赞客 可以精致到如此的程度 连妹妹 您选哪一把 陛妾不敢于愿 还是二位夫人先选吧 妹妹 让你选就选吧 穆大人立了大功 你也出了不少力 来吧 不只好 我 九座不知香在世 推窗自有 迭 非来 妹妹你果然好风扬 姚夫人过誉了 姐姐慢着 妹妹一直都喜欢粉色 这生了孩子之后 尤其喜欢 这一见到粉色 眼睛都离不开了 妹妹是喜欢粉色 还是喜欢牡丹呢 姐姐这话说的 姐姐已经是这公子底的花中之王 又何必在意这些 公子 小妹在这儿胡闹 请个公子出面支持 父亲也没有不高兴 就不算胡闹了 我也很想成人之美 可是敌树有别 我怕妹妹会引人非议啊 我怕你 既然姐姐不愿割爱 那不如让王爷来定夺吧 您说什么 要和夫人争赏 以我今天的地位 我怎么可以低她一等呢 可是当着王爷的面 你难道不怕他生气吗 我就是要试探王爷的心意 这可不是普通的赏啊 这是夫人之位 如果连王爷都许了 那还怕公子不同意 那 报 这 克斯善呢 这 王爷 怎么了 左公子求见 准 你们先退下吧 宣左公子 儿臣问父亲安 起来吧 本王正在给三公子庆功 你就坐下来一块儿喝酒吧 三哥的庆功酒 老五不敢喝 什么意思啊 说什么 禀父亲 三哥收缴酷银 使乖怒巧 不择手段 官员们苦不堪言 怨声载道 特拟一纸公文 委派儿子 面成 父亲 老三 老三 毕竟立了功 难道父亲真的会罚他 神礼署 衣卫署 群木署 浸膳署 颠包署 还有大小县城 连掌使处 也都一块上了折子啊 神礼署 衣卫署 老三 儿臣在 整个驱梁你得罪了大半哪 有什么话要说吗 儿臣在接到这份差开始 就已经看到这一天了 三哥的意思 是怪在差事上了 这收欠银有收欠银的办法 何必非得闹到天怒人怨呢 那你有办法 那你有办法 当初为什么你不急遭请免 这天下 就没有受待见的在祖国 本王知道他们 他们心里想些什么 老五 你要是想喝酒的话 就坐下 你要是想早一点给他们消息的话 你就回去吧 好 你倒是说话呀 四哥 父亲到底会不会罚老三 不会 不会 那你还让五哥跑这一趟 还费这么大力气 让官员们上公文参讨 官员们的反应 父亲不会不知道 这只公文只是个蝎子罢了 开场就是好戏 岂不可惜啊 父亲 有些事情您心里明白 可有些事情 您也许不明白 还有什么是本王不知道的 那就要问三哥 三哥 你收缴酷银 逼死了清官李大人 几十名百姓义愤填膺 前来侵略 竟然把他们全都杀了 三哥 可敢抵来 是不是 我 可有此事 是 有 世子到 儿臣 请父亲安 这个时候赶到 是不是也要替老三求亲安 回父亲 儿臣不是来替老三求亲的 是在天把火 在接他以宗罪 起来吧 谢父亲 你有什么火 这火就烧出来了 父亲知道 上次祭拜母妃的时候 儿臣 与老三因为山石滚落的事情 能够误会 后来 又因为封爵的事 儿臣遭到了父亲的责骂 心中一直十分地不痛快 所以 和连信这次受奉追缴歉仪 儿子便知道一定会出乱子 就派人整日跟着他 想抓到他的把柄 好好报复他一下 你倒来个坦诚哪 父亲 儿本来想看一场热闹 没声响 热闹没看到 不 让儿子发现 他的一件事情 儿哥 说下去 父亲 儿子发现 这贺连信追缴歉仪 遇到贪官 他用的手段 缺德之极 能气得死人都掀了棺材板 他遇到那些穷官清官 他从不追缴也就罢了 居然还自讨腰宝 把这个钱款补齐了 其中 也就包括了 老五方才说的那个李大人 奇怪 名为告状 实则解为 怪了 世子不是恨透了公子吗 怎么会出手相助 儿子今天要揭发的就是 贺连信 厚此不彼 瞒天过海之罪 老三 可有此事 这李大人 是不是自禁而死 不是 那是怎么死的 说 父亲 李大人过世的前一天 儿子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得知李大人早就生了重病 只怕让家人担心才刻意瞒下 所以当天他病发身亡 才会看似是突然暴毙了 老五误会 也是情理之重 那百姓又是怎么回事儿 那些不是百姓 而是劫匪 要不是穆大人为儿臣 拼死护主 那些酷银 恐怕已经被洗劫一空 是 你是说世子啊 那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王爵之争 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 一旦他们两个联了手 今后在朝中 我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了 那怎么办呀 难道你早有安排 老五知道 三哥口才了得 只可惜呀 请父亲允许 让儿子带个人上来 草民叩见王爷 今天我们一定要讨个公道 你是什么人 回王爷 草民王武是个平头百姓 常年受李大人恩惠 那天得知李大人被姓公子逼死 草民就和大家伙一起去找姓公子请愿 你说你见过姓公子 能不能执验出来 三哥 不知道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王武啊 那天的事还记不记得啊 怎么会不记得 草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我们一起拦住了姓公子 想要为李大人讨回一个公道 谁知道大家伙刚说出来 姓公子就翻脸说 李大人是不是自禁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再想理论 他就派人 派人 早被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同伴 葬身在官兵倒下 可连他们都是五公百姓 却白白丧了性命啊 老三 怎么说 儿臣今天兴高采烈地来 喝父亲的好酒 没想到还听了个故事 算是转了吧 老五真是佩服三哥 这张颠倒黑白的嘴 只是 证据确凿 已经容不得三哥递来 老五倒想看看 等下父亲责罚三哥的时候 三哥是否还笑得出来 老五 依你看 本王该怎么处置老三 怎么处置 是父亲的事 老五不敢妄言 你还吃到分寸啊 没关系 你说 本王不会怪你 儿子以为 应该请赵 小指哥绝 再送到审理书 王爷 下官有话要说 说 微臣有一物 请王爷过目 报 公子 探子密信 何处 你 你 有点 有点 想说 你 假设 你 今天 你 就 行 它 是 十几年的杀人犯 什么 什么杀人犯 不只是王武 其他人多数都为 作奸犯科之辈 试问此等人 怎会受李大人的恩惠 又怎会为了李大人 而出头申冤 分明是劫淫不成 侥幸逃走之后 又才迷了心窍 这才找到左公子行骗 既然是杀人犯 还跪在这儿干什么 王爷 草莓 打下去 草莓不是神吗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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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儿子确实不值 请父亲治罪 治不治罪 你问问你三哥 我没在之后 carn险 你不得很快 你不得会不会有 躯下来 你千万年 你千万人 你不得不得不得了 你不得不得了 我别过快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想不得了 老五为民心切 才会被歹人所骗 请父亲饶了他这一次 三哥 老五啊 父亲 还不快起来谢过你三哥 老五 谢过三哥 父亲 今天老五闹了个笑话 这就回家闭门思过 儿臣告退 父亲 儿臣也告退 好 回座 吴天苏 臣在 这件事你办得得力 本王想 想 赏你个什么呢 下官只是做了些分内之事 绝不敢再要王爷封赏 好 好 坐吧 是 牧师 奴婢在 刚才不是说 喜欢那把牡丹团扇吗 众所周知 牡丹是花中之王 无论如何 理应给夫人 可是奴婢实在是喜欢 所以一时失礼 还请父王恕罪 就是一把团扇罢了啊 既然喜欢 本王就让人专门再做 另外一把一模一样的给你 你 如何 奴婢叩见父王 奴婢一时地小小贪心 父王竟然如此费心成全 从今往后 奴婢一定全心全力地富士公子 以报父王的恩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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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就把这一把 拿给夫人吧 是 姐姐 刚刚妹妹认姓了 姐姐不要见惯了 我爱啊 大家都是姐妹 妹妹这么说就生分了 你做什么 王爷已经给你无限的殊荣 难道平分秋色你都容不下吗 王爷已经给你无限的殊荣 你还要不及 奴婢什么都没有做 我不知道啊 没有做 那那个扇子怎么会断呢 王爷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 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本王已经错信你一次了 你还想怎么样 在老三身边 怎么有你这种肚腹啊 老三 儿臣在 你来处置 是 王爷 请您在小妹年少无知 又刚为贺家淡下血脉 就请问 母贤叔 本王才刚刚赏赐您 你就要失从而骄吗 为臣不敢 老三 死 测夫人木海遥 蛮横善杜 失宜失德 废除为树人 安置于 南郊别院 今天是满月 和惠儿死的那天一样 你好久没有再提惠儿了 我以为你已经忘了 那父亲的心意 你是何时看出来的 碧妾并没有看出来 而是猜到的 碧妾曾经说过 王爷想要公子做第三支虎 但是收缴倩盈的功劳 是远不足以让公子站稳脚跟的 要是想要启示 身边必须得有党羽 这一点王爷怎么会没想到呢 所以扶植党羽 意志来说是王爷默许的 可是党羽究竟要强到什么程度 就一定要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了 既不能弱道 无法与这两支虎相互抗衡 又不能跟公子勾结得太紧 强到无法控制 所以王爷在扶持公子党羽的同时 一定会找到一个压制的点 如果公子的党羽是穆大人 那么这个点自然就是姚夫人 只要他不再是公子的妻妾 那么穆大人就一定不会成为 下一个圆白礼 所以你才假意投靠穆海瑶 帮助他抬举穆天书 这么做 不单是可以扶植党羽 还要借我父亲的手 除掉他 接着说 接着说 王爷送我们三人团善之时 碧切就知道 姚夫人的扇子 恐怕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 可是我父亲怎么能猜到 他怎么可能确定 海瑶就一定会抢那个牡丹花呢 他并没有猜 没有依据的才叫猜 而了解一个人 等着他一步一步 走上自己的道路上来 那叫知道 姚夫人兄长得势 自己又诞下铃儿 在这春风得意之际 他怎么会不乘生追击呢 所以王爷从来就没有猜 他只是知道 公子以为 自己是下棋之人 却不知掌控全局的 一直都是王爷 可是你 你却早就懂了 什么时候 碧切兴许是讲得太多了 碧切就先回去了 碧切兴许是 什么时候 碧切和公子从王府回来那天 碧切听见 王爷提起圆白礼时 言语间似乎有些厌恶 当时碧切并不知道 后来想起警方嬷嬷曾经说过 先王妃嫁给王爷之后 就开始远离家人 先王妃和家人并不清静 嫁了王爷后更是有艺术缘 这是为什么 王爷这个人 办事公正 鲜少训与私情 在他面前 有一些关系 情不如书 从那个时候 碧切才明白 王爷一直厌恶的 便是这裙带关系 我请警方嬷嬷 教你去了解我父亲的心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却被你用来击败我的女人 碧切自作主张 请公子责罚 责罚你什么 责罚你些什么 帮我扶植党羽 帮我报我儿子的仇 丫头 你所做的 都是我一直想做却没能 也不能做到的事 丫头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 你根本 不需要对我坦诚 即便是我逼你 你也可以对我有所隐瞒 丫头 我明白你的心意 我明白 既然公子不责罚碧切 碧切就些 你懂了我父亲的心 那我的呢 公子在王府喝了太多酒 怕是醉了 是 我是醉了 自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立誓要当个安王 这二十几年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铺这条路的砖石 或许 真的是今天的酒太烈了 让我醉得神志不清 不 应该说我醉了几十年了 没有一刻比现在还清醒的 我竟然会觉得 如果我们 能够成为 一对平凡的夫妻 即便是不惜绝 我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罗清雷 对约离时 不帮吕北一处掉剑戟 我誓不为人 公子错了 公子要的绝不是碧切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那你呢 你要的是什么 公子真想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是我贺连性给不了的 尤其是你丫头 你要什么我都一定给你 侧夫人 夫人 只要你要 我一定给你 碧切要公子 请吕北一为幕了 吕北一文武双全 一定可以成为公子的左膀右臂 还有 他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你欠他的 这 这就是你想要的 这就是你想要的 这就是你的心意 事到如今 你心里面 还是只有一个吕北一 你 这原本就是碧切的目的 你我不过一场交易 只是公子忘了 碧切告退 那是什么事 你估计 交易 好 好多天没来了 还是一点都没有变 谁说没变啊 上次姐姐来的时候 可是沉着个脸 可如今却是笑着 你这妮子瞒得我们好苦 要不是夫人今晚看出来 还不知要约你到什么时候 我也是冒险一试 没有把握的事情 怎么可能让你们跟着担心呢 况且沐海瑶这个人生性多疑 我要是连你们都瞒不住 怎么可能骗得了他 我要替惠儿谢谢你 当初要不是碧妾告诉惠儿容囚的事情 惠儿或许就不会丧命朗月阁 我签下的债益 不必是要换的 对啊 惠儿的手镯 换给夫人 不要 别让他死了 别让他死了 我 不能 毓日 不 你 谢谢 谢谢 你真的变了许多 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全然不惜命的 现在也不惜命了 我姓朕 咱们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好像忘记了一个人 谁 公子啊 岁月可以静好 能不能安稳 就要稳自己的心了 不顾这里 在下特来投奔姓公子 公子前来有何事 掩护 妹儿 我不会输给老三你 妹儿 别离开我 妹儿 妹儿 不要离开我 妹 妹 公子 公子 三哥来了 三哥 早 早啊 四弟 忌妒啊 自从三哥追讨酷吟开始呢 好久都没能像四弟这么好夫妻 可以醉到天亮 昨日父亲不是 刚给三哥清宫完吗 怎么 三哥还替父亲省着酒啊 父亲的酒哪儿好喝呀 收缴回来的酷吟只够治水 但和总数相比还差一大截呢 可惜四弟天生愚笨 不适合催战 不然啊 真是想替三哥分分忧啊 四弟真想帮忙啊 四弟真想帮忙啊 还是四弟最讲义气 来来来来 这是什么 这个 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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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银 是啊 为还的倩银 四弟不是想帮忙吗 都还了吧 三哥还说没罪 我看啊 罪他一塌糊涂了 你看看 三哥这脑袋 掏错了东西都不知道 糊涂 糊涂啊 这个才对 这个 四弟可认的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李大人呢 死得不明不白 三哥也是费了很大的劲 找到杀他的人 可你猜怎么着 他竟然说 是四弟你派他去的 我派他去的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昨天老五呢 在父亲面前咄咄相逼 我都没把人给交出来 老五还不懂事 三哥说 那个人还活着 还活着 即使活着 为何不交出来 四弟想我把他交出来 不瞒四弟啊 不瞒四弟啊 这酷银的事 已经快把三哥给逼疯了 眼下没有什么 比快点办完这差事 来得更重要的 何况呢 还能够卖四弟个人情 那既然 四弟不在乎 那就在 府里相见吧 三哥请慢 三哥一番好意 四弟哪能不识抬举 可是三哥也知道 四弟天性愚笨 这两袖清风 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那可麻烦了 四弟 四弟 好字 好字啊 好字啊 桂白手一郎 有孤名胜 愿清钱万选 尽得贤良 好个尽得贤良啊 跟四弟这贤公子啊 所谓相得益彰 三哥过奖 字是好字 词是好词 但可惜不是大加贞迹 堂堂这个 修将军底 挂上这个 寒酸哪 寒酸 四弟 你不是还有一副那个 洛神副吗 还有踏戈图 云启楼图 都拿出来 四弟 你可知道 曲良这几天 有点怪事 为了还酷银哪 达官显贵 都把一些文王古董 以最低的价格 卖到百真相 可谁知道呢 东西进去一转眼 就被人打包收了 三哥我呢 一时好奇 便找人查了一张 但没想到那些古董 都运到了一处宅子 哪个宅子 谁的宅子 四弟要不陪我去认一